這次的預告其實內容不多 因為蝶子更新一些招股書 其實你看一些報道或一些報告系統的顯示 都是只有一句 就是剛才說到順利上半年 如果真兩成六至兩成拍 其實內容真的不多 但起碼從這一句裡面見到 令大家看得證明的地方 就是本身大家對中資電訊股的看法一貫 都覺得增長是比較 你可以說平穩 但不要聽著叫慢 雖然能夠有兩成幾增長 其實算是一個很快的表現 雖然說去年上半年 有些所謂疫情因素 內地第一季更加是 但其實理論上說 對一些電訊業 實際的衝擊又不是真的大得那麼厲害 反而反過來 如果你在家裡多數據流量都不出奇 甚至內地其實一向來計 都有一些提出降費的情況 其實整天來說 大家都沒有預期過爭 為何會有這麼明顯的增長 所以結果出來如果有這樣的數字 看有多不錯的表現 再例如本身電訊股 譬如中電訊也好 其實股值是便宜的 雖然說近期去到三元邊的位置 但現價的P也不夠十倍 其實以電訊股10倍不夠P 但是增長如果能夠有兩成多 其實算是一個比較低的股值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應該還有機會股價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當然之前自己去建議大家可以留意這些股份 都是說過比較中長線一點的 因為最主要是另一個體因素也是收息 特別之前也說的 就是他早前也調整了那個派息的政策 那個派息比率也因爲他來回A 會有一個提高 由以往大概四成左右 到現在五成 之後應該六至七成 不斷提高的時間 其實息率方面都是吸引的 所以我想都是維持一樣 就是分階段的吸納 還有做一些中長線的部署會好一點 好 幫網友問一下 昨天有些急升股 大家也有興趣去跟進 Sally Law想問這189東學 她說未入貨的 可以什麼教育入貨呢 如果以東學來說 現在盤前在對面也是很誇張的 又是升了100% 當然未必真的 現在就未對完 但是我覺得 到了這些位置 才想入貨 要小心一點 雖然你說從基本衣術上說 好似還有多少理好因素 一來近期 這樣股價由上個月 月尾都只是六七元 現在十二三元 這麼急的升幅來説 因為大家看到 旗下的產品 PVDF 這個法學產品 過去這幾個月 在內地是一個很好賣的現象 那個銷售價 過去的三個月 升了五至六成 而它本身是有賣這個產品的話 其實大家都預期 對它的盈利業績 是有多大的推動 所以自然如果一旦 業績有一個比較強的增長 自然的股值也會扯高的話 那股價自然也會扯高 這個很正常 這是第一點 以來剛才Irene開始報 譬如昨天的報板 昨天報表現 你報到北水的時候 都記得了 東岳是近期 北水是入得挺厲害的 就是排第一圍 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北水有多強的 一個先行指標意義 很多時候他們選擇 那隻股份入 或者那隻股份出 其實之後的股價也會有些好 有些是差 也會有指標性 所以我覺得兩因素 加上股價更是這麼強 但始終我想留意著 當然剛才提到的PPDF 這個產品價格 應該還未這麼快會有回落 仍然處於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因為需求始終是強的 但問題就是北水 如果接下來留意著 究竟短期是否仍持續這麼誇張的流入 還是會因為股價升得多 而可能選擇先留下一點 這是第一點要留意的 二來我覺得昨天那棍 雖然是再破頂 但如果看回RSI方面 其實是有少許的背遲 因為昨天的高位 就高過前幾個高位 但RSI就高不過之前的轉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撐 不要太慎急 雖然現在對出來 也是很誇張的聲勢 但還是等它調整才購買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落 大概11元以下的位置 先做個部署 然後以10天線 約10元左右 做方法指示 大概1成剛剛好 我覺得這些這麼大動作的股份 1成是比較合理的 如果不穿10天線 那你就先拿著 繼續有它貨房 只要上網